敬畏是为什么 是为了往前走 不是在这个地方停下来 我们不要 这个位不是畏惧的意思 这是你发自内心对他的那种价值的一种认同 在您的心中故宫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何处 故宫这些收藏的文物 它不仅仅是紫禁城的600年 是5000年文明的一个承载者之一 或者是重要的承载者 它跟其他的任何一个文化一直是不一样的 就是紫禁城的从它的规划到设计到建造完成 在之后的这样的不断的去完善 每一步实际上它都体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 包括建筑文化 包括我们的对自然的认识 对社会的认识 对人的认识 自然社会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它都会体现在这样一个建筑群的 皇家建筑群的规划建设中间去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所有这些创造都是劳动人民的 对 创造出来 可以看到一种工匠精神 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单体建筑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勾建 它带给人们那样一种精神 所以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三就是通过六百年的紫禁城的研究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宫廷史 它的宫廷史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政治史 就是一个统治者管理国家的 它的一个思想 集中的地方 我们透过它 通过这个 几百年的工厅史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 怎么这样一步一步走来 在某一些时候 它的发展到一个 那个时代的高峰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又走了下坡路 为什么又改朝换旦 我们从这个中间 去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 然后对我们今天的社会 那是有很多的启示 所以 这个它就不仅仅是一个 就是过去我们定位过它 古代艺术包括 它是人类的遗产 它不仅仅属于中国 它属于全人类 现在到了数字时代 我们有很多的多媒体 数字产品 然后这传播的范围更广了 速度更快了 还有很多的出版物等等等等 就是它针对不同的受众 我们这种传播 就是 现在可以说 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公众 对我们五千年文明的这种渴望 去了解它 这种自觉的 自觉也是前所为一 因为它是 物质 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那就最确就是精神文化 从哪去找 一方面就是从我们的文化 文物 文化遗产这些文物中间去找 那恰恰故宫就可以承担这样的一种使命 我们也知道您其实在过去的工作中也经常去香港 如果是请您给香港的这些观众推荐推荐 引导引导 您这是最首席引导 您会给他们介绍什么 你要说让我推荐 说老实话 我没法推荐 因为我们每一件文物的选择 都表达了我们这个策展人 他的运行 但是每一个人对这些文物的认识 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就是香港的同胞 去走进香港国共文化博物馆之前 能够做一点功课 然后慢慢的去欣赏 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把它分享出去 从香港国共文化博物馆开始建的时候 就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 这些展厅 你要用什么样的主题 什么样的文物 去把它呈现出来 香港国共文化博物馆 它是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我们在开馆的这个展览里头 能不能设计一个中西文化的 或者中外文化的一个对话 马文化的展览 那个很精彩 这就是很有意思 就透过一个艺术家眼中的马 他的形象 他的气质 他的精神 人与马的这些人关系 把它表达出来的 去看看不同民族的人 对这样一个 对人类社会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的认识 透过这个也可以去思考 有同也有不同 我们也可以看到 马的那些安子 那些灯子 各种配置 他的传播 过去他在欧洲 就没有这个马灯子 那是从咱们这传过去的 那时候我们是先进的 他就是古代的交往 那也是 相比那个时代 也是比较平凡的 从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快速发展 这个时代 就觉得很缓慢 但是在那个时代 也是不得了的事 所以这些 通过这些展览 我们是想表达 第一 就中华五千年文明 它的内涵 第二 我们要把这个五千年文明 怎么跟现代社会 现代生活要结合起来 我们还要把古代的中国 跟古代的西方 或者其他文明 能够做个对话 未来的这种对话 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次这个呈现 还是非常的不一般 一共九百多件文物 其中一届文物 一百六十六件 从来没有这样出镜展览 这就是中央政府特批 就是为了二十五周年 这个回归 这是个特殊的日子 也得有一些特殊的举措 礼物 那么这次您对这个城市 有没有什么新的这样的印象 这次我到香港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就是香港市民的自律 自律 等下呢 我也看到了香港的一种任性 任性 现在基本上跟 这个口岸基本上是关闭的 对 但是他并没有看到一种萧条 他依然是一种那种活力在 就展现的 展现的 大家都是活力 跟我们接触的这些朋友 都是没有一种气馁 都是充满了希望 还有一个就是年轻人 年轻人 对香港公共文化博物馆 绝大多数都是员工都是年轻人 这个还是您 跟我们的顾公博物院的这些同事 一起 你想 都是第一次接触 但是配合得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年轻人 他那种好学 他也能 不是我们想象的不能吃苦 加班加点 香港的未来 你要从年轻人身上去看 我对香港充满 就是一种 希望 正向的希望 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是 未来都属于清廉的 但是如果清廉它 没有一种朝气 那你怎么把这个未来交给它们 你要深入跟它们交流 不能是在面上的 要有一种真正的用心去 呵护它们 你不了解它们 你不跟去跟它们接触 看它们都是表面前行 过去的博物馆都是老专家老学生 但是在香港故宫 因为它是个新的博物馆 绝大多数是年轻人 平均年龄一定 我觉得可能就是30岁左右 就是充满朝气 充满朝气 就是他们愿意加入这个团队 那你想 是 这说明他对这个职业 他的这个职业 他是充满着一种喜爱 喜爱 他不喜爱 他不可能去选择这个 因为工资带预 并不是要跟其他行业一比 不是很高的 当我看到他们那样一种朝气的时候 我觉得香港公共文化博物馆的未来 跟故宫博物院的这种合作的愿景 一定会实现 充满气 其实很长时间香港的很多有时之事 不管是实业家企业家机构 其实都有跟故宫有很多的渊源 包括我很知道 包括咱们现在所在的建福宫 都是有很多的渊源 就是故宫博物院和香港的这些渊源 是在其中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些香港同胞 他来处签处立 来对故宫这些文物进行保护 传播研究 包括人才培养 是因为他对中华文明的一种敬畏和认同 他没有这样的敬畏和认同 他不可能 莫名其妙 他为啥要给你捐钱呢 为啥要给你培养人才呢 对 我们说到这个建福宫的他的附近 实际上就是香港的陈其宗先生 他在香港成了那个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是 就用这个 他捐钱 然后通过基金会来做这个事 他不仅仅是捐钱 他是把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管理理念 还有一些文物保护的理念都带进来 然后又结合我们内地的长期的这样的文物保护的经验 技术 还有我们内地的保护理念 就是一个结合 这才能够有这样一个建福花园的附建工程的完成 后来又扩大了 又扩大了中正电阶 现在又扩大了养性电的保护 我觉得我们跟这些社会慈善家或者企业家的合作 我们不仅仅是看重了他捐多少钱 关键就是他这种精神 对 他带来那种影响力 就是让社会各界都来关注我们中华文明 他的保护传承 这也是远远大于 就是金钱的这个作用 钱的可以花完的 但是他留下的一种精神是可以一直传下去 他可以影响更多的 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影响那些年轻人 就是香港要达到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这样的概念 香港在这方面就是中外文化交流这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特殊的作用 在村民的角度也想听您说一说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这种建议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那你必须要这个平台一定是一个国际化的 对 那香港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它是国际金融中心 对 行业中心 贸易中心 我觉得还有一个创新中心 这个城市的创新力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 这个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纽带 对 就了解自己的文化 你才会 重复着去认识别人的文化 有那么一种欲望去认识别人的文化 然后才会去学习别人的优秀的东西 最后达到一个 就是我们真正的文化交流 融合文明互建 形成一种符合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形态 那香港的这个地位 实际上也决定了 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个地位 那你怎么从这样一个机构 去融入到香港的未来的发展中间去 融入到香港就是它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这样的定位中间去 这实际上我也是非常看重的一点 就是要怎么发挥香港的优势 因为文物研究 香港就是故宫文物的研究 这是故宫博物的优势 那我们怎么发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它的优势呢 它在那一个创新的环境中间 极其创新的 而且年轻人能就是很有朝气 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同事 那把这两个优势一结合 就是把我们的学术成果 跟香港的创新的这样的一种那种动力 那种思想结合 创造出一个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 就符合这个时代生活美修的那种文化创业产品 你现在对香港故宫的这种期待 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 北京故宫和香港故宫的一种期待 尤其在香港 它有很多想法 很多各行各业都在主动着想 我能够在故宫这个概念下 我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 在更大范围内 您还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未来 就是要以故宫的文物为核心 核心 然后对话 对话世界 对话世界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要透过故宫这些文物承载的中华文明 要让香港的同胞 这种文化正统变成一种文化自觉 一定透过这样一个平台 要加大内地跟香港的全方位的交流里头 尤其是年轻人 我觉得要多 就是香港的年轻人要多向到内地来 到自己祖国的大河河山去看看 到那些文化遗产地去看看 我想它的世界观 它的价值观 人生观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内地的年轻人也要去香港看看 看看香港再回归了25年 它发展的那种活力变化 跟我们的一些比较 也不要各河相望 甚至是各山相望 都不行 要走动起来 就是年轻人 我觉得年轻人要走动起来 对对 香港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 对对对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背后 那也是资源丰富的 学术专家学着众多的一个故宫博物院 但是我们不会说是完全去好像干涉 那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一种平等的 相互支持的 但是一定要融入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规划中 我们之间 我相信未来一定是同步相亲 您来故宫三年 然后从敦煌二十多年的这样的 是因为我们想象都能想象到很大的一个反差 文博机构对于这种社会教育的贡献 您觉得 我想再深入的再请您说一说 其实当我们第一次走进文博系统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青年人了 我大校刚毕业一年 走进去 什么也不知道 这些文物这些壁画彩属什么意思 不知道 它的历史不知道 它的价值不知道 但是慢慢的竟然有一种冲动去了解它 最后变成一种爱它 实际上从我个人来讲 你想这种文化遗产对年轻人的这种影响是多大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有 不想让我们要从事这样一份工作 有更多的机会亲近文化遗产 我相信对它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让他们认识过去 观照当下 走向未来 一定会有极大的 一个良性的作用 我们希望将来这些慈善家 捐款不一定都要去做保护 要捐助人才培养 还有这些教育传播 这个它的影响力 直到我们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不仅要有 你要影响一代一代人 负责的话 我们保护这些老祖宗的遗产是为了啥 还是为了我们 这个时代 还有为了我们的未来 就是从历史中走来 最终是要面向未来的